聚接上级,恶毒奶奶得知孙子彻夜未归后,竟暗自窃喜,坐在一旁幸灾乐祸。 妈,方兰,我回来了。 方兰和张贵萍赶紧凑上去看,确定没事,才彻底安心。 就是晚上晚了,在财家村找人寄住了一晚上,啥事没有。 奶,大伯,你们也在,要不在家里吃个早饭,我可早饿了。 此时的沈大翠和何大田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,转身就赶紧灰溜溜地走了。 你咋来了? 担心你和大哥,想着来这里,能早点知道消息。 刚才我奶说啥了? 哼,什么年代了,还有人说,你大哥出事会是因为我进门,我是扫把星。 这就对了,你读过书知道这里面不科学,别跟一老太太计较,别往心里去。 走,我带着你骑二八大钢都一圈,让人好好看看,我们好着呢。 拉起祝秦雅的手,就离开了,路上河东骑着车,载着祝秦雅,就看到了往回走的沈大翠和何大田。 来,大伯,我们先走一步了。 沈大翠抬头看着骑在车上,走得飞快的河东和祝秦雅,气得脸都绿了。 哥这些眼呢,大田,回头河景和鱼考上了大学,你也得给他买。 我沈大翠要叫人好好看看,河东有的我们也有。 沈大翠咬着牙,河大田则是一脸的为难。 那玩意有哪里是好买,价格死贵,多少人在百货大炉看到价格,就望而去后。 咋了,不成。 河大田赶紧点头。 妈,满,一定满。 春天里,到处一片绿莺莺的,祝秦雅坐在二八大钢后面欣赏着风景,兜了一圈。 河东是真饿了,回家后就去了厨房。 锅里给你留了饭,热热就好。 不错嘛,像个样子啊,干脆你以后跟我学出德啊,能出师。 祝秦雅觉得她没个正经。 我是要上大学的人。 上大学不用吃饭咋的? 听我大哥说你要开饭店的,那,我好像是应该跟你学厨,将来也能帮上你。 跟你开玩笑你还真当真,下午带你去县城逛逛。 好啊,正好我想寄封信。 好,吃饭咱们就走。 进了通安县城,河东带着祝秦雅去了邮局,十分钟后从邮局出来,河东就想带着祝秦雅好好转转。 要不咱们回家,已经十点多了。 孩子啊,想不想去看电影? 祝秦雅有点愣。 电影,又想听。 祝秦雅慌忙摇头。 那可不是什么好地方。 你去过? 我和文鱼姐姐去过一次,那里面可乱了,而且录像厅很贵的。 那给我去一次,我有钱。 河东拉着祝秦雅就走,没给她拒绝的机会。 吴三老远看着河东,眼睛都亮了。 河俄,哼,不会就是嫂子吧? 你好。 哼哼,还挺有礼貌,这是城里人吧? 不是,跟我一个村的,我张姑娘养得好。 河俄,满烟还是咋的? 想去看场电影,来两盒。 吴三知道他习惯,拿了两包白美,河东给了钱。 帮我看着车。 河哥放心,你和嫂子好好看,我保证能把车给你看住了,我丢了车都丢不了。 河东信他,和祝秦雅就去了录像厅。 想看哪个? 木马人怎么样? 就是那个,老许娘媳妇不要的木马人吗? 河东,你怎么知道台词的? 河东一脸尴尬。 我猜的,走,咱们就看木马人。 河东和祝秦雅到傍晚才回的家。 喂吧,我去烧热水,一会儿好好洗个澡,睡觉。 话音未落,只见唐梅从墙上探出头来。 秦雅你可回来了,吃碗饭没,吃过了。 妈,去哪了才回来?家里的猪鼠牛什么的,妈给你喂过了。 多谢了妈。 唐梅笑笑,母女说了会儿话,河东抓紧去厨房烧水,两人洗完澡就回了房间。 祝秦雅一直盯着河东,想把她看穿。 为什么你会变得跟以前很不一样? 过去的河东,懒散,又无赖,别说沾蘑菇,就是扫个地也是不愿意的。 可现在,她什么都干,而且,还会疼人,就跟电影里的许林军似的。 想想,前后简直就是两个人一样。 河东脑子里想到的都是上一世,那些让她遗憾和懊悔的画面。 也许,真就应了那句古话,失去之后我才知道珍惜。 少年不知老大潮,秦雅,你愿意跟这样的我,过一辈子? 祝秦雅意外地听出了血,河东语气里的沉重,深邃的眼,透着浓浓的期许和希望。 你会一直这样吗?不再变? 嗯。 说是只有一个字,却很有力,祝秦雅能够感觉到她的诚挚,红唇仰开笑语。 我一时想不起,在梦里,梦里,梦里见过你。 你这么看着我,我可是要做坏事的。 河东上前捧着她洁白的下河,突然,停电了。 四日一早,祝长荣正准备出门呢,看到河东一早等在门口,吓了一跳的。 怎么,要进城? 怎么,大哥不乐意待我。 我觉得你吸二八大杠更舒服。 只是要带很多东西的话,就有点不舒服了。 咋的,大嫂不跟你一起去啊? 她先太早,起不来,而且家里随时可能来卖野味的。 对了,你要去城里买什么?秦雅呢? 我有留了纸条,都是读过书的,秦雅肯定能看到,毕竟昨晚一顿折腾,我才舍不得让她早早起床。 两个人没走过运,就看到河桂那边也出发了。 三个人进县城,一路说说话,就觉得没那么寂寞。 就是去的路上,河桂和祝长荣停下来摘野菜。 这野菜在县城可是香薄薄,都抢着买。 坐着干啥,来帮忙。 河东跳下车。 长荣哥,你倒是把我这点生意灵活运用得很好,这以后我要做点啥,还真不敢叫你知道啊。 这不趁着不忙赶紧挣点试点。 河东也赶紧动手摘野菜。 就是,你们两个都是哥,我摘的算谁了,一个清哥,一个大九哥,好像谁也不能得罪。 雅大哥互相对视,默契地没说话。 我的就算我的,花了钱给秦娅买点钢笔写字,要考大学的人,必须用点好东西。 一听这话,两个大哥满脸的欣慰。 之前,就担心祝秦雅心气而高,瞧不上我们河东,要闹事,结果好像还挺合物,过个一年半载,估计还能看到自己的小侄子了。 三个人各怀心思地到了县城,先是紧着野菜卖了,这玩意儿可不好话。 祝长荣这边卖碗野菜,去找阿烈卖野味。 随后河东和大哥两人去供销社买东西,就是看着河东又撑了好多的糖,白面,大米之类的就有点意外。 家里就你和秦雅两个人,吃不了这么多吧? 不是我们吃,我另外有用。 河桂没有过多询问。 我这个弟弟,现在想法多得很,只要我好的方面发展,心里有数就行。 河桂买好东西就出了供销社,河东则是在里面疯狂采购,此时的祝长荣也回来了。 河东呢? 在供销社,还没出来呢? 东西都买完了,还没出来,是买啥? 十分钟后,河东扛着两大袋子红薯回来了。 咋还买红薯?家里有,你要,少你大嫂就是。 对啊,我那儿也多着,还有咱们上河村,虽然顿顿吃不起大米和白面,但是红薯,家家户户都会有存量。 大哥,我当然知道这个礼,只是跟刚才一样,我另外有用。 庞蓉哥,哥,一会儿我们去菜家村那边呗,拿好唱,我们去收蘑菇和野味。 还有,别忘了告诉家里人,会晚点回来,村口集合,我的东西都带上。 两人没有拒绝的意思。 东子,就是这东西也带过去,难道不会占地方,我们收了蘑菇和野味也要放的? 放心,不会占地方,到了地方,你们就都明白了。 两个大老师人也不说什么,只管听,随后河东领着菜回到家。 秦雅。 你回来了,早上怎么不叫醒我? 想让你多睡会儿,让我看看,你睡好了没有? 河东瞧着人,煞有结事地绕到后面,手里拿着一只蝴蝶发卡就别在了她的头发上。 祝秦雅惊觉有什么,伸手去摸。 蝴蝶发卡,我在供销社见过这东西,很贵的,还有就是,可能更适合小孩子,我现在都结婚了。 不喜欢吗? 喜欢,就是可能不太适合我。 好看,而且我也喜欢,就带着,给我看。 祝秦雅又将发卡带上,正当河东想要再进一步,院门口,王月走进来,用手遮着眼睛。 哎呦,青天白日的,你们凑那么近做什么呢?大嫂怎么来了?进来。 王月听着话进来院,只见一只蝴蝶发卡别在祝秦雅的后脑上面。 这发卡可不便宜,而且,秦雅都嫁了人了,不用打扮得这么照耀吧。 哪里是秦雅打扮的,我是给秦雅送的,她还不乐意,你说这买都买了,不带不就可惜了。 大嫂你说是不是这个礼? 王月心里突然就堵得慌。 河东干嘛对住秦雅那么狠,人都不要,还非给满,非要带,没事干嘛。 大嫂找我有事。 早上你大哥问没问你一件事。 什么事? 就是关于你那二八大杠的事情。 二八大杠什么事情? 早上去县城一个来回,祝长荣都没说过关于二八大杠的事情。 祝长荣就跟祝家人一个样,都发布的我弟弟别不好了,就连问了都不可。 是这样的,我弟弟最近也想买辆二八大杠回家来,听说价格是挺贵的,但是更重要的,还是那什么自行车票和工业券。 他问了许多人,都不知道去哪里。 大嫂手里有多少钱了? 哦,不,应该问,大嫂弟弟手里有多少钱了? 王月脸色就有点不好看了。 没多少还远远不够。 现在就是来问问你关于票和工业券的事情。 票是二十块一张,工业券十块钱一张,不过还得找人,可麻烦了。 王月惊掉了下巴。 这,这么贵啊。 你弟弟要有钱,就拿给我,我能办。 王月脸色难看了下,随即笑起来。 可以,这不得有足够的钱吗? 你等等,等等,我还有事就先回去了。 目送王月离开,祝秦雅出来厨房,发现王月走了。 我大嫂跟你说什么了,谁也不喝就走。 他弟弟要买二八大杠,问点事情。 祝秦雅没说话,看着手里的糖瓷钢。 你要喝水吗? 河东昂起头。 喂我。 你可真坏。 何贵把河东交代的那些话,跟方兰说了就赶车去往村口。 三人从村口集合,就赶着牛车赶往蔡家村,等河东一行人赶到蔡家村时,就看到很多人手里拿着尼龙袋,已经等在村口了。 河东和祝长龙帮忙,倒是很快就结算干净了。 村民们手里揣着毛票,一个个眼睛又亮又湿润。 何贵,你们下午还来吗?我还想上山里。 我们还要去前面一点的村庄,回来应该还要路过这。 那好事啊,我们这就上山去了,下午等你。 三个人继续往前走,到了大河村,就明显觉得没什么人气了。 有人饿了在地上坐着,奄奄一息。 说是跟袁永明来过一次,知道这个地方很穷,但是看着,仍旧触目惊心。 何贵看着人,拿了个蒸熟的红薯过去,那人闻着胃,立刻就抢过去,大口大口吃。 吃饱,要帮着干活,干不干?干干干。 何贵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牌匾。 蘑菇的价格是五毛,也为八毛,你可以选一个。 蘑菇,我记得我们山里有,可我真能拿蘑菇换钱吗? 试试不就知道了,年轻人要先干活再想其他,我就在这里,不会走。 男人接过东西和尼龙袋,起身往山上去,寻着味道,很快就有很多村民围了过来。 这样,你们一户人家出来一个人,一会儿吃了东西摘蘑菇或者打野为了换吃的。 围着的人瞬间排成了一队的,河东看着排好队的人,拿了红薯去分发,然后是一个尼龙袋。 天黑前不回来我可就走。 傍晚,村民们带着蘑菇和野为就从山上下来了,他和河贵一起撑中,结账。 祝长荣则忙着野为那边,一毛一分都不带少的。 大河村很多人,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毛票。 你说可以买红薯吃的,怎么买? 两毛一斤,要嘛,要的话,现在买回去就能烧熟了吃。 男人点头如捣算。 终于能吃口饱饭了,我要四斤。 男人递过去一块钱,河东爽快的过程,其他人眼见这样就能买到红薯。 能吃上饭,一个个蜂拥而上的,没一会儿功夫,避车的货物被卖光。 祝长荣和河贵这才明白,河东买那么多红薯是为什么? 原来等的就是现在啊,既收了蘑菇和野味,又挣了钱,还让那些人有份吃。 喜满意足又感恩戴德,这是河东吗? 真不香,夜色浓郁。 河贵说过晚上可能要晚回来,甚至不回来。 但是芳蓝的心还是担心着的。 河贵自从做了蘑菇的生意,家里的生活条件好起来了,各方面也好起来了。 就是,早出晚归了,出门都是一天大半天的时间,白天她忙着收蘑菇的事情,倒也没啥。 就是天一黑,不见人回来就不由地提着心吊着胆。 别在这站着了,说了晚回来,肯定不能早。 我在这看会儿,你去看着孩子们。 就是不知道秦雅那边怎么样? 你妈去看了,不用担心。 此时的秦雅,刚从娘家吃过饭回来,就看到张贵萍已经在院里。 妈,您怎么来了? 张贵萍笑着看她,抬抬手里拎着的没有灯。 吃过没,你爹让我来看看你,路上没有灯给风吹灭了。 我妈让上家吃了,不过我给河东做了饭,想着她什么时候回来,热热就能吃。 冬子不回来,担心吗? 嗯,秦雅想也没想的点头。 没事,你两大哥都在,不会有事。 大哥也没回吧? 没呢,你大嫂也担心着。 祝秦雅这会儿是放松些。 都没回来就说明在一起呢,三个大男人,肯定不会出什么事情的。 这一夜,后半夜,河东三人才进了上河村,主要因为大河村离上河村太远了。 河东这边进入院子就觉得不对劲,厨房的灯亮着。 这个点了,还亮着,秦雅没有睡觉。 随后走向厨房。 妈,你咋这个点了还在这里呢? 张贵萍瞧见儿子回来了,高兴地笑起来。 回来了。 祝秦雅也是没想到,一双眼睛从上到下地把人看了一遍。 好好的。 河东一笑,露出口白牙。 全乎的。 祝秦雅瞪她眼。 又不正经了,我可没想着你去点啥。 我包饺子呢? 妈说,可以包了早上吃,这天气不热放不坏。 妈,别忙了,我和秦雅送你回去。 三人刚来到院子,就看到了河贵。 你怎么来了? 放着说,你在这儿,我来接你。 这两儿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起心了? 可当我再次踏进大河村时,村民们的眼神却都对我铭固着无尽的厌恶和敌意。 之后的两天,河东都是跟河贵驻长荣,一早上出发去卖蘑菇,卖野味。 当然还有驻长荣和贵想要赚的小钱钱,摘野菜。 而河东则是在供销社疯狂采购。 就是这次走到大河村,似乎就不一样了。 一早上没有人着急上来卖蘑菇,一个个站在自家门口,就干巴巴地看着牛车上的。 河东和贵驻长荣三人,有的手里甚至捏着棍子,怒火冲天似的。 卧槽,气氛不对啊。 河贵和驻长荣这时候是大气都不敢喘。 东子,前两天咱们可是最受村里人欢迎的,可今天怎么就突然变天了? 这两天咱们就是赵城书蘑菇,书以为,给人带买,加卖点菜,杀作煎饭壳的事情都没有做,一直这么僵持着,也不是个事啊。 河东笑着走向人群中的一个熟人。 姚大娘,您昨儿让买的老豆腐,我今天给你买来了,你看样现在哪还是? 姚大娘听到话就要上前的,却被身边的一个小伙子给伸手拦住。 姚大娘,你还敢相信他们吗? 一句话下来,姚大娘自己退了回去,看河东的眼神更有仇事了,河东是真觉得觉。 这两天自己没做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了,好像还真有,如果偷看自己媳妇洗澡也算的话,怎么就不能相信我们了? 我们做了什么?兄弟,有话就说清楚。 小伙捏紧了叉子。 你们自己做了什么?自己不知道吗? 得了,这个没说有什么区别。 相亲们,我们有问题就解决问题,想说什么都说出来,别憋在肚子里,容易插气。 这两天大家上山下山的都很辛苦,但是,挣了钱改善了生活,相信我不说大家都知道。 我不说我是个好人吧,但至少对你们来说,也不应该是仇人。 这几天村子里的变化都是眼跟前的,大家挣了钱,买了红薯,吃饱饭,干活有力气,生活有奔头。 一话说得好听,结案都死少傻傻傻,为什么其他村里人,一见蘑菇柳柳钱,我们村里就无猫? 还有野味,也比别人便宜了两毛。 河冬,我们没把你当仇人,但是,你是不是也太欺负人了? 可不是,供销社的红薯也就一毛钱一斤,你给我们卖两毛。 你这个七嘴八嘴,要把河冬给吞死。 就这些问题,没有别的了吗? 凭什么别人六毛的,我们就要烧一毛,死少了减粮,看死烧花了力气。 不知道你们有人去上河村卖过六毛一斤的蘑菇没? 我就去卖过,上河村和贵媳妇那儿,六毛一斤,比我们多了一毛。 花了多少时间? 一二十里地,一个多小时。 那你们知道,从大河村去通安县城,一个来回要多久? 气氛突然的安静了,一个年迈的声音却是响起来。 快的话四五个小时,慢的话就要六七个了。 老爷子,我们坐牛车,快的话也要四个多小时,加上去卖蘑菇,去供销社买菜的时间,将近五六个小时了。 从上河村到大河村就要一两个小时,我们说了蘑菇,要往上河村运走,三个人得吃饭。 当然,你们要真想买六毛一斤的蘑菇,可以去我们上河村。 就是有那两个小时,你们估计还能摘更多蘑菇,挣更多钱,我们帮你们运过去,一早还要带菜回来给你们。 两毛钱真不算赚,而说到二毛一斤的红薯,我这两头牛总要吃点东西的吧,不能叫饿着肚子上路吧。 当然,你们要不享受这方便,我们也是无碍的。 反正,过了你们这个村,我的价格可能更低,还不怕说不上来。 越往山里去,越是穷乡僻壤的,人吃不饱饭,就不爱动,不动就只能饿着。 我能救活一个大河村,有钱挣,有饭吃,才是最重要的呀。 即便便宜,但在肚子面前,没得选择,走吧。 长荣哥,哥,今天大河村我们就不收了,我们去下一个村庄。 转身就要上车,河东是毫不留恋,但是大河村的人不干了。 对了,河东,我们卖,五毛钱一斤也卖,还有,刚才你说给我们带的菜,我们也要。 对呀,你多好的人啊,打老院跑过来,让我们吃少饭,又让我们挣了千个好日子,你可不能堵啊。 一看河东走的决绝,所有人都怕,真要不收,我们可怎么办,才好起来的日子,又要往回过吗? 此时头发全白的老村子,看着河东的背影,带头走来认错。 河东,是乡亲们错了,但他们也没别的心思,就是觉得自己吃了亏,多舒服。 现在知道了你们的辛苦,河给我们提供的方便,自然就不难受了。 你宰相肚里能撑船,你就原谅我们这一次,这村子里的人,这两天都值这蘑菇和野味挣点钱吃饭,你发发善心。 此时刚才的小伙站了出来。 河东,是我的错,是我昨天跟人去了上河村了,是我告诉乡亲们,你给我们少钱的事情,也是我煽动大家,不要再卖蘑菇和野味给你们,我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的事情。 如果你不高兴,以后不收我的就是,乡亲们没错,他们只是被我给影响了。 河东却是看着小伙子。 你叫什么名字? 雷强。 你很不错,不过我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,大河村的蘑菇和野味正常收,你的,我也不会不收,只有一点,没有下次。 众人知道,这是会说到做到的,琪琪点头说不会有下次了。 祝长荣和何贵正常过程,收蘑菇和野味,何东则是把各家各户让帮买个菜,照着账本一一给了,到傍晚三人才返程回家,因为距离上的关系。 何东一行人现在早上出门,基本上要夜里才能回到家,眼见着祝长荣又没能早回来,王月就来了何东家。 琪雅呀,我看现在东子忙得很,加上你们家里又买了牛车了,你们呢,二八大杠是不是就用不着呀? 怎么会,等何东有空了,他还说要骑着二八大杠带我去县城转呢? 还有,何东说,过两天就不忙了。 王月就觉得无语,真有这么巧的事情,我一说,二八大杠就用得上了,还就这两天要用上了。 那,家里的收音机呢,我是看着真没咋用。 琪雅,要不你拿来给我用用,反正放着也是放着,到了大嫂手里,肯定又要拿去给弟弟。 那玩意儿,何东喜欢得很,每天晚上都要听一听。 大嫂,我记得你应该不会用的,我会不会没关系的呀? 你说你也太小气了,我进来玩玩还不行吗? 转身,王月不高兴地回了院子。 周琴雅是终于松了口气,此时的唐梅从院墙那边探出脑袋来。 闺女,你嫂子跟你说了啥?她想干什么? 知道没? 知道了,不过我拒绝过了。 妈,你别操心。 别总说别操心的,这有事。 你还是得说,你嫂子那脾气,我还是了解的,该骂还是要骂,不然不清醒,出价前没想着对你好,出价后,却想着占便宜,我可不惯她这毛病。 何哥,我可是好久不见你了,怎么样,人房喜事精神爽,是把我给忘了吧? 真要把你忘了,就不来找你了。 看来,你还真找我有事。 你认识的人多,怒子广,给我搞本英语词典来,咋样,钱不是问题,主要得有,最好是北京上海那一带的。 得,庆哥,我可不是做这个的,你知道我是。 哥不亏你,跟票合卷一个样,书籍十块钱一本,要是能够搞到是提券之类的,秒毛钱一张。 得,有闲是真想赚,可我这不认字啊。 还不认识这些卖票的人呢,这不还是搞到了,狗蛋啊,我可算很相信你,也相信,除了你,这是没人干得了。 咋的吧,何哥你这是想那什么气伤从比,要考学。 我媳妇要考,到时候有个吃公价饭的,我也跟着沾望不是。 的确,现在做生意不是什么正经事,但是,考学绝对是光宗耀祖的事情。 我就记得自己家乡的一个哥们,明明穷婚潦倒,无人问津,就因为考上了大学。 家喻户晓不说,任何人见的面都得高看一眼,他现在走路,就跟螃蟹似的,到哪儿都有人让着。 叫一个神奇活现,要不怎么说我何哥觉悟高,可是我们说好了,到时候可千万别忘了兄弟我,有好事得想着兄弟。 放心放心,说定之后,河东给了一张大团结做定金,河东经过供销社门口,买了点白糖和糖罐子,就驾着牛车匆匆往回的。 只是刚到达住家门口时,就看到走出来的年轻乔回,对着住家大门吐了口唾沫。 这都什么人啊,前两天才刚刚少了一毛钱,今天又要少七分,是真觉得除了这里,没人收咋的。 妈的,就卖个野味,还带一天天的掉下的,老子一大早老远跑过来,那不天天亏了吗? 手里拎着的尼龙袋,全垫垫的,显然是没卖。 咋的了这是? 那小伙子回头瞪了他眼,什么也没说的走了,河东认出来是个生面孔,随后拦住了当初来的汉子。 你谁? 我过两天也准备来这里卖野味,就是不知道什么价,家里离得远,我看里面忙得很,所以就想问问老兄弟。 汉子浓眉紧促。 不知道你听说没有,原来这里守兔子四亿宽一一紧的价格。 河东点点头,他自己订的价格自然记得。 现在就只有旧毛散了。 怎么会,这价格还带变的? 河这边啊,这昨天还有一块呢,今天只解优少了七分,刚才又亮个气里就磨卖,说照别的卖家去了。 那家里落娘盯着,回去要找,此怎么死捡去照别家,这就自能。 可真要这样,往后我也是不能来,昨天我们村也有人找别家了,如果价格合适,我也跟着他们去卖。 你要不急着用钱,我全你也照照别家。 汉子说完就要走,河东叫住人,你明天还来这里卖,他们家肯定给你一块一毛一斤的价格。 汉子微愣,随即笑笑,你这人自己独自来这里卖蘑菇的,凭什么肯定明天这兔子的价格就不再变了? 还一块一,现在一块一紧啊都止足了。 河东看他离开的背影,拿了车上驻长荣让买的菜,送进住家,此时的院里已经没什么人了。 王月看到过来,赶紧合上了手边上的一本账本。 这王月学进来啊,都知道完两套账本的套路了。 大嫂,长荣哥去收野位了,让我把买的菜送来了,我都给您放着了。 王月点点头,尴尬的表情都不太自然,看着河东离开,这才往屋里走去。 河东迁流回到家。 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早? 不是说好,给你做好吃的。 就算要给我做好吃的,也不用耽误你的事情,我什么时候都可以。 不,答应你的事情一定要早做,你看我今天去山里摘了啥。 河东随后拿出布袋,祝青雅好奇地过去看。 琵琶,既然是琵琶,哪座山上的?我记得半仙山上是没有琵琶的。 我也就是碰碰运气,谁知道唐家村的山上有,那儿的人也不怎么吃,这才摘了些,想着给你做点琵琶罐头吃。 咸的,还是甜的。 待会你就知道了。 河东拿着琵琶去厨房清洗,在厨房练习两年半后,拿着八个罐头走了出来。 这罐头放在银梁地,等个三五天,咱们再吃。 要等三五天啊,我还以为,很快能吃到嘴里。 吃得早了可不入味。 吃过晚饭,河东供摸着大哥们快回来了,就出了门,祝长荣和大哥刚到村口的时候就看到了河东。 咋的,就今天没跟我们一起去,就不放心了,我和你哥有分寸。 河东笑笑没说话,来到祝长荣的牛车旁。 哥,你先走。 何贵听到话,就先赶着牛车进了村。 咋的,你有话跟我说,还真有。 随后河东将自己今天的所见所为,一一讲给了祝长荣。 这天醒来,王月意外地发现祝长荣竟然没有出去。 咋的了,今天不去县里啊,收的野味怎么办? 这些日子也来,长荣都是天不亮就去县城,突然那一天没有,没来会儿。 这几天累着了,想休息一下。 可院子里那么多的野味呢? 你今天不去,明天就更多了,不骂了怎么换钱? 河东替我去了。 河东?这又关河东什么事? 他昨天都没去收莫谷和野味,在家陪秦亚的,你没听我说? 我累着了,想休息两天。 说完,祝长荣出了房间,王月哪里不了解他脾气。 大男人一个在苦在泪,也没听他喊过一声,现在树累着了,是嫌赚的钱多不成。 他紧跟其后,想要问个清楚,到了院子里,就看到麦野味的人已经排起了长队。 王月心虚的厉害,急忙大声吆喝起来。 今天的价格都是跟以前一样的,兔子一块一毛一斤,竹鼠一块一斤。 一听野味恢复原价,村民们简直不要太开心。 野味的价格一直都这样,老弟今天干嘛这么高兴? 麦野味的小伙子笑。 哪里是都这样了,昨天才九毛三啊,今天足足多了一毛七,你们说,是不是啊? 是啊,今天这价格是真好,才是以前的价。 王月的脸,瞬间惨白,浑身颤抖。 是吗,以后大家都记住这个价,不会再有变动了。 众人闻听得是心酸的情,很快,早上的一拨人一走,门口卖一味的就没了。 王月坐在凳子上,是大气也不敢出。 说说吧,这几天那些钱在哪里? 什么钱,哪有钱? 看王月装服,祝长荣的脸色沉了沉。 你自己拿出来,好过我去找。 此时的唐梅从屋里走出来,瞧着两个人气氛不太对的。 这是咋了? 祝长荣没让唐梅管,拉着王月回了房间。 长荣,你今天不去卖野味也就算了,别当我收野味啊,我还忙。 我再说一次,那些钱在哪里? 你这样背着我搞这些,想过以后来卖野味的人越来越少,挣到的钱就越来越少。 还是真觉得你这边能收,别的人就不能收。 而且人家大老远的来了,一个人捡价钱,真把他们当傻子吧。 祝长荣瞪大着一双,罕见的生气了,王月下的,瑟瑟在角落,话都不敢说。 我,我。 从今天开始,让二弟妹跟着你学记账,让二弟承门来帮忙。 凭什么呀,长荣,这可是我们的生计,要让他们插手了,我们,我们还能赚钱吗? 祝长荣没有理会,从来就去找朱剑军商呀。 该死的,到底这件事情怎么叫长荣知道的? 还有我弟弟想要买辆自行车提亲去,还有可能吗?我可是都答应了的。 长荣哥,我给你也被卖了,回来了。 何东给祝长荣钱,王月上前去,想着这钱总该让他拿着。 祝长荣注意到,目光转向唐梅。 妈,您给我放着,回头要,我找您拿。 眼见着该自己管的一大碟毛票进了唐梅的口,王月嘴里都能呕出血来。 都是我的钱啊,长荣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把那么多钱,都放进唐梅的口袋。 灯子,你今天还是不去收蘑菇和野贝,陪着秦雅吗? 大嫂怎么知道? 这话爷的王月直接说不出话,看着有过来卖野味的,只好无奈去收野味。 甜美美自然也跟着王月去了,王月是气不打一处来。 这哪里是跟着我学东西的,分明就是盯着自己来的,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。 何东看破不说破。 昨晚我只是告诉大哥,王月两种价格说过野味的事情。 至于这后面的,我就多不知道了,不过看起来,大哥处理的还不错的样子。 何东回了自家院子,就发现祝琴雅站在墙角,大口大口吃着琵琶罐头。 好甜好香啊,说什么三五天,明明今天也能吃嘛,就是罐子里都被我吃完了,会不会被发现? 何东在后面站了半天,听到这句是真的无言以对。 你已经被发现了。 祝琴雅被吓得一跳。 你,你回来了? 不但人回来了,还给你买了豆腐要给你做麻补豆腐。 对不起啊,我,我太惦记这味道了,原本就想着尝一尝,结果就吃了一整罐。 就罚你拿这两罐送去我哥那儿,让爹妈和大嫂也尝尝。 祝琴雅如蒙大赦,拿着琵琶罐头出去了,何东上前打开一罐,尝了口糖罐里的糖水。 味道不错,也难怪琴雅停不下来,是不是应该拿两罐去给丈母娘和丈人爹? 祝琴雅这边回来后,就发现琵琶罐头又少了两罐,她跟着何东前前后后的。 那琵琶罐头好吃得不得了,我拿走两罐,还有五罐才对,却又少了两罐,何东,还有两罐琵琶罐头呢? 你上你家转转?何东笑着提醒,祝琴雅还真去了,而进了家门,三道祝建军和糖梅,祝勉在院子里吃着的,可不就是琵琶罐头? 琴雅你来得正好,我正想问问,你和何东这琵琶罐头都怎么做的,也太好吃了。 祝琴雅摇摇头。 那还有吗?我们小梅也喜欢吃,要有多的你多拿一罐来,毕竟是你亲侄子呢。 没了,没了。 霸洛赶紧走吗? 没有就没有,走得那么快做什么? 祝琴雅这边回到家,就找了个布带过来,把一罐琵琶罐头装好了抱走,何东不紧。 你这是做什么? 两家里的劲,我怕大嫂过来瞧,得赶紧藏好。 何东看他这祸事的样子,着实觉得可爱,我还以为你是要多送去家里几罐呢? 想来着,可你有时间做吗?这个做起来费劲得很。 随后祝琴雅拿着罐头急匆匆地进了屋,何东心里却是有了个想法呢,骑着二八大杠就出了门,他又进了县城,还是去的供销社。 何东买了三十多个玻璃瓶,因为骑得自行车,一路上走得十分小心,祝琴雅看到一大堆的玻璃瓶十分不紧。 怎么买这么多玻璃瓶回来? 媳妇,你觉得我琵琶罐头能卖钱吗? 那么好吃的琵琶罐头,不能卖钱才怪了。 一会儿钱,家宝和家栋来了,说还想吃琵琶罐头,就是你没在就走了。 你没给他们吧? 祝琴雅脸红地点头。 你个小馋吗?可真护士,不过两个小家伙,吃多的甜的到底不好? 随后何东找来一块木板,用白色粉笔在上面写了两行字。 收购琵琶,一毛钱一斤,木板就树立在家门口,不少经过的人都会看得到。 下午的时候收到了两三斤的琵琶,因为琵琶罐头的事情,何东忙到很晚才睡,第二天一早起来出发去县城,那时候祝长荣也要出门。 要去县城,坐我的车就是了,赶空车不合赛,把你的牛车赶回去。 何东一笑,往后看一眼。 哪里是空车了?我这里面放着东西呢? 祝长荣仔细看了,发现板车上的确放着东西,就是用一块黑不盖着了,他伸手要去掀开,何东阻止了他。 现在还不能看,看了就不灵啊。 两个人朝着县城去,道口上分道扬镳,何东去了火车站,吃好摊子,就开始叫卖,很快有味在等人的女孩子,就闻着味道朝着何东这边走过来。 什么东西,好香啊,这是什么水果罐头,这么香? 琵琶,家里人摘的琵琶,自己做的,好吃着呢,你要不要尝尝? 何东直接递过去给女孩。 这不好吧? 没事,我这还有。 年轻的女孩子,到底没能抵抗猪幼虎,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。 好好喝,比我之前买的水果罐头还要好喝。 一听这话,很快就吸引了一大批吃瓜群众,都在不停地咽口水。 六毛钱一瓶,要吗? 一听六毛的价,罐头直接遭到疯抢。 没多久一会儿,何东带出来的二十几瓶是都卖干净了。 除去两斤不到的琵琶成本,一直带盖玻璃瓶二分的价格,不算人力。 一个早上赚了十一块四,要是下午再来一波,卖出去的再多一些,那直接就是赚得飞起啊。 何东离开火车站又去了供销售,这次他也是大批量采购了一百二十个带盖玻璃瓶,毕竟现在家里的琵琶不少,能做就都给做了。 到了家,何东就开始忙活琵琶罐头。 祝清雅看着一直想要帮忙,何东拿出两本复习资料给他。 这是猪狗蛋从大城市搞来的,你快拿去复习。 等我媳妇将来考上了大学,我也跟着沾往不是? 祝清雅的脸一下子就红了。 那你要忙不过来就叫我。 何东点头,一整个下午,何东都在厨房做罐头,王月得知何东收琵琶,也是端着一盆拿来卖。 灯子,你买这么多琵琶,到底干什么用啊? 何东看他眼,他笑得满脸无害。 我就是没事,随便问问,琵琶是用来吃的,就是有点酸,我就想着做好吃的吃,不会是琵琶罐头吧,就是上次你送去家里那种。 想到琵琶罐头的香甜滋味,王月嘴里的咸水都开始泛滥了。 那你这买了不少琵琶应该做了许多了吧? 王月说着就往厨房去,就看到做好的成品远远没有之前的糖罐子的,小小的,一个拳头大小,但是数量是真不少。 东子,这三瓶我就拿走了。 大嫂给我一块八毛钱就行。 王月不乐意了。 咋,咋就一块八毛钱。 这些都是拿去卖的,六毛钱一瓶,大嫂拿走三瓶不就是一块八? 何东你就不对了吧,我可是你大舅哥的媳妇,你媳妇的亲大嫂,拿你几瓶琶罐头而已。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,大嫂刚才拿来的琵琶不也是卖钱了吗? 怎么到你这里,我辛苦做好的琵琶罐头去白送。 王月脸色突然就不好看了。 你说我的琵琶才多少钱,这琵琶罐头多少钱,我是看明白了,何东你是坑我呢? 一瓶六毛钱,卖得出去,你就是想骗我的钱。 卖不出去,也不用大嫂操心。 何东轻飘飘地拿过他手里的琵琶罐头。 这是你刚才卖琵琶的六毛七分钱,拿好。 王月红着脸看着人,到底捏着钱走吧,祝琴雅替何东委屈。 对不起,让你也陷进来了,我这大嫂真的是。 何东轻笑着过去,抚摸着祝琴雅的秀法。 人活在世上,还没有点人情事故,多大的事儿,普周眉头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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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